欢迎来到我们的i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聊聊OpenEye的最新动作 他们正在让产GP 弃这个能够模仿人类对话 执行各种任务的聊天机器人 变得更加容易接触 无需注册就能使用了 这个决定是在Elon马斯克起座该公司之后做出的 看来OpenEye真的是在积极扩大 其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呢 接着我们来看看股市的新趋势 现在投资变得更加情绪化了 人们更愿意投资于他们认同的人物或事物 而不是基于传统的基本分析 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加密货币领域也是如此 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购买DJ7D代币 仅仅因为他代表了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喜爱 而不是因为其背后的商业价值 这种投资行为的转变 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一下 对我们谈谈人工智能的另一个角度 加拿大的一项新法案 可能会让它成为全球最严格的人工智能市场之一 这让人担忧过度的监管可能会妨碍创新 让加拿大的公司与全球市场脱节 与此同时 英国每日电讯报告说 埃隆·马斯克预测地球上的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类 这个预测虽然雄心勃勃 但随着机器人技术的进步 这一天可能并不遥远 好了 今天来简报之外一段谈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的新闻和深度分析 Opera SXGPG无需注册即可使用Yahoo Opera SXGPG无需注册即可使用Yahoo Opera SXGPG无需注册即可使用Yahoo SXGPG可以模仿人类对话并执行各种任务如撰写、粘药、诗歌和声称创意 Opera SXGPG计划注目推出这一功能使任何对性能力感兴趣的人都能接触到人工智能 该公司未被注册用户提供了额外的内容保护措施 尽管没有具体说明这些类别 Opera SXGPG还为个人团队和企业提供付费版本的SXGPGT SGPG是在Opera SXGPG被埃隆·马斯克起诉后采取了美学的马斯克声称 该公司已经放弃了其最初的使命 即为人类福祉开发人工智能 特朗普媒体的业务无关紧要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马特·莱文曼·勒定所说 股市的第三个时代见证了民营股和加密货币的崛起 这些交易纯粹基于情绪而非基本价值 曼文认为投资者不再进行基本分析 而是将投资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 人们推测人们可能会购买与他们认同的人物相关的股票或加密货币 而不考虑其基础业务或现金流项目或现金流 他认为第三个时代是新的 尚未被充分理解 但可能存在发现其机制并编写有关民营股分析的未来教科书的可能性 莱文举了一个代表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喜爱的代币DJ提的例子 他认为人们可能愿意为这个代币付钱 是因为他让他们能够与特朗普联系在一起 要让他变得更富有而不是因为其潜在的商业价值 来人承认自己不知道投资者在第三个时代做什么 但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自我表达大众心理游戏 或仅仅是在线上玩乐的形式 莱文举强调了最近企业愚人节恶作剧的趋势 以及美国证券GC 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扩大内幕交易边界的努力 他指出 SEC起诉了一家收购另一家公司的公司的一名员工声称 该员工有责任不使用内幕信息在其他与相关股票有关的公司进行交易 莱文认为那么交易之所以违法 是因为违法了一种义务 而不仅仅是拥有内幕信息 政府过度监管 可能会危及加拿大的人工智能机遇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尔研究所的国内政策主任亚伦伍德里克警告称 加拿大年纪的人工智能和数据法案IDEA可能使该国成为全球最为严格的人工智能市场之一 伍德里克主张 加拿大应采用类似欧盟的基于风险级别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类的风险模型 从最低到最严格的限制 伍德里克认为IDEA目前的方法将人工智能的影响与风险混为一谈 这将阻碍创新 并使加拿大的人工智能公司与全球经济隔离开来 人工智能会提高生产力吗 公司们当然希望如此 纽约时报人工智能在美国客户企业的许多方面越来越普遍 从并购自助机到营销策略 然而人们对于是否真的能使公司更高效持怀疑态度 对于公司和政策制定者来说 快速提高生产力是可取的 因为它使企业能够在支付或投资更多的同时保持或扩大利润 然而经济学家和官员对于IO其实生成是否已经足够普及 在生产力数据中显现出来表示怀疑 有人认为今天来的新技术变革不足以显著提升生产力增长 英国现在对自由感到非理性的恐惧 他应该重应该重新加入欧盟 英国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报的一篇专栏一篇专栏文章称 英国脱欧进城是一场灾难 英国害怕抓住脱欧进城是一场灾难 英国害怕做脱欧带来的机遇 英国害怕自由无法最大化脱欧的好处 文章以余业为例声称渔民完全受法国海关的控制 深陷繁文杜洁制评了英国对自由贸易的态度 认为对自由贸易的态度 认为对自由逐利牛肉的担忧阻碍了贸易谈判 文章还批评了英国不愿成为人工智能超级大伯的态度 认为对隐私的担忧和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的恐惧 阻止了英国利用该领域的潜力 文章总结到如果英国不愿充分拥抱脱欧的好处 就应该重新加入奉猛 为什么埃隆·马斯克认为地球上的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类数量 英国每日电讯 埃隆·马斯克预测 地球上的人型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口数量 这一预测仍然雄心勃勃 但人工智能RI和机器人技术的最新进展正在使这一现实更加接近 人型机器人在历史上一直在基本任务如行走方面遇到困难 著名的失败案例包括本田的SIMO 它在楼梯上曾经出现过困难 让RI系统的进步使得机器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 并通过观察人类学习 2022年22年 马斯克推出了Optimus 这是一款能够行走挥手和搬运箱子的人型机器人 特斯拉计划在其工厂中使用 英伟达也推出了旨在帮助人型机器人了解周围环境的软件 该领域的投资也在投资也在增长 英伟达、微软和OpenEye最近投资了6 其是5亿美元的非语公司 该公司旨在将机器人投入到仓库中 而亚马逊则投资了一转仓威 Agility Robo XR 一些专家认为 在制造业和仓储业中使用人型机器人 尚未得到证明人型机器人如果变得廉价和普遍可用 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担忧也存在 韩国在重要选举前与深度伪造技术作斗争 德国之声韩国以警告枪材取行动 阻止任何试图利用深度伪造和网络攻击 来影响议会选举结果的选举结果的行为 国家警察厅已加强对可能破坏4日选举合法性的行动的监控 警方和选举监督官员共收到401起犯罪活动的指控 其中352起涉及传播虚假信息 3月初 国家警察厅推出了一个深度学习程序 用于分析视频 以确定其是否为深度伪造准确率达到80% 在台湾通过一对一的对话来对抗假新闻 老年人为重点 外交官台湾团体Fake News Cleaner 自201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教育人们 如何识别假新闻和虚假信息 该团体有一名全职员工和志愿者 举办了500多场活动 与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互动 尤其是针对老年人 因为他们往往是最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影响的人群 台湾有几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实施核查组织 但这些组织往往依赖于人们具备足够的科技能力 来使用他们的网站或机器人 Fake News Cleaner采取线下方式 聚教堂、寺庙、公园和其他社区空间 与人们进行对话 教育他们了解驱动他们使用的平台的算法 和规范Fake News Cleaner避免涉及政治 并且不接受政府或政党的资助 性反该团体专注于健康、饮食和经济骗局等日常化 目标是教导人们对他们在网上消费的内容 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不仅仅依赖经过事实核实的文章 为什么我鼓励我的学生使用查 GPTT 加拿大环球Uber 使用商城市人工智能工具 独散GPT在法律教育中可以为学生带来几个好处 还可以通过及时反馈改善学生的写作技巧 通知他们提高文章的清晰度 连贯性和流畅性 他还可以通过协助非英语母语的学生理解和写作 提高科法文性 此外他还可以通过不利学生探索不同的观点 培养批判性思维 使他们的问题有更全面的理解 此外将商城市人工智能融入法律教育中 可以为学生在自动化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作场所做好准备 最终使用生成是人工智能工具 符合为学生提供超越课堂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目标 ChadGPT制造商Opera还开发语音克隆软件 Yahoo!ChadGPT的开发商OpenAI正在开发名为Voice Engine的软件 该软件可以克隆人类声音 该软件使用文本输入和15秒的音频样本来生成语言 使扬声器非常相似的自然语音 OpenAI自2022年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开发文本专语音软件 但语音引擎何时向公众开放还有待观察 OpenAI承认该技术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尤其是在选举年 并且正在谨慎地进行更广泛的发布 该公司正在寻求关于该技术的机会和风险的辩论 并希望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虽然该软件有可能用原始演员或演讲者 能用原始演员或演讲者的声音翻译电影和播客 但由于可能没滥用 它也被视为对民主的威胁 购买回撤的三个优势 以及现在要购买的三个回撤 雅虎Zacks Investment Research 建议投资者在购买回调到10周或50日移动平均线时考虑 而不是突破点 因为这样可以让投资者控制风险 此外这种方法可以提供较低风险和不太明显的入场机会 该报告建议投资者考虑三只股票 Bian Holden Spalbering和DraftKings 为什么科技投资者对能源的绝地反击押注 雅虎据核聚变行业协会称 比尔·盖斯·杰夫·贝佐斯和珊姆·埃尔特曼等投资者 已经向核聚变公司投入了60亿美元 该协会还提到谷歌和雪峰等公司也在支持这一领域 尽管核聚变被吹捧为一种清洁 几乎无限的能源来人 但七星为止 它尚未进入电网 人们对于突破 可能会因为投资引发的人们对于突破 可能会让核聚变比预期更早成为商业现实的希望 和具变行业商业现实的希望安德鲁·宝南德表示 重量联系的创新和人才中心排行棒中 没有香港的位置 南华早报香港在一项调查中 退出了前25个城市的行令 在调查考察了创新和人才集中的情况 房地产咨询公司重量联系的研究 调查了2023年的100多个城市 以确定创新如何影响房地产投资 周金山湾区排名第一 北京和波士顿紧随其后 东京排名第四 伦敦和首尔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六 被广泛视为香港金融中心 主要金融中心主要竞争对手的 新加坡排名第七 上海排名第九 东京首尔上海排名第九 东京首尔上海北京新加坡和深圳 在创新产出方面表现出色 以2亿美元购买软银基金的买家 计划为人工智能时代 提供更灵活的风险投资 日经亚洲风险投资公司 北亚洲负责人查周三表示 风险投资家需要改变 对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资金支持方式 因为这些公司的规模增长速度 比目前的预期要快得多 三解释说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可以以指数方式扩张 因为他们不受员工数量的限制 他认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将更容易扩大规模 因为收入将取决于 他们能够获得的半导体数量 还不是员工或工厂的数量 三计划创建一个 专注于人工智能相关初创公司的 新基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独家聚变反应堆沉默无限能源 第二虎开发和聚变技术的竞赛 正在进行中 有40多家初创公司 只在将该技术商业化 政府和投资者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研究 聚变能被视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因为它在不产生核非料的情况下 产生清洁能源 研究人员正在寻求延长核聚变的反应事件 以创造无限的清洁能源 只可以为时间提供数百万年的动力 美国政府已为2024年的核聚变研究 预留了14.8亿美元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 劳伦斯利福莫尔国家实验室 在2022年实现了点火 产生的能量超过了产生聚变反应所需的能量 超过了产生聚变反应 持续时间不到十一分之一秒 核聚变的突破主要局限于政府研究实验室 但现在在比尔·盖茨和杰夫 被佐斯等人的支持下 此行公司正在进入该领域 美国最大的运行聚变反应堆是 DRID设施 该设施正在探索使用托卡马克 创建核聚变发电厂的方法 该设施的研究人员正试图聚变反应中产生 比较于制造聚变反应更多的能量 虽然商业化的道路仍不明朗 但聚变能源的突破 可以通过提供无碳排放的无线清洁能源 对行业产生变革性影响 顺便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了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产业专家的专业团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W 访订阅各种简报 等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